在租人契約書裡面已經白紙黑字寫 不可以使用大陸地區的產品 但我接到的檢舉是 在南洋地區的指揮部裡面 所有用的逆變器 都是中國製的產品 結果我看到的 現在部長您看到的就是所謂的逆變器 旁邊貼的貼紙 旁邊貼的貼紙 大辣辣的就寫的 Made in China 大辣辣的就寫的 Made in China 這個讓我們非常的困惑 非常的狐疑 是當初這個東西在裝的時候 契約書已經載明了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無視於國防部相關的規定 甚至是契約上面的要求 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毫不避諱的 就在產品上面的貼紙 就寫的Made in China 就我現在得到的訊息 就是說這個逆變器也或者變流器也好 它是德國一個叫SMA的公司品牌 但是是在大陸組裝的 那麼現在確認它有 違約使用的這一個大概是44個 那我們會一約要求 城上要在一個月內將這些路置品拆除 更換符合這個契約的這個規範的一個產品 這家廠商是惡劣自己啊 明明就知道不可以這樣做 他還是決定這樣做 但我們如果今天國防部在主張權力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置意妄為胡作非為的廠商 只是叫它更換完 部長你覺得對這個廠商會有任何嚇阻的效力嗎 那我到現在為止沒有清楚的看到合約條款的內容 那我們一方面就它這個要改進 那我們也會清查有沒有裂案的這個情形 有類似案件的這些情形 我們都會來全面的清查 我昨天在現場的時候其實我很困惑 因為我一看到那個機身旁邊的貼紙 就寫Made in China 我的困惑在於說 人家就已經大剌剌的也不遮掩 就是Made in China 我們驗收怎麼會通過 是不是在驗收的SOP上 少了關鍵的一環 譬如說要求那個廠商出具原產地的證明 我們會一併來檢討這個 委員所指教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會來一併納入檢討 在2017年的時候 立法院因為使用了中國製的太陽的逆變器 它叫做Inverter 基本上是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的一個 太陽光電模組當中必備的部分 那裡面幾乎都有內籤Monitor Unit 也就是遠端 可以看它發電的數量 那這件事情後來被披露了以後 後來被披露了以後 我們執政黨的立委 蔡宇議員跟前立委陳柏惟 那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記者會 說禁用中國的逆變器 要不然會有嚴重的紅色危機 那到目前為止 國防部是不是有個清楚的政策立場 在國防部重要的軍事藥塞所使用的光電 或者是逆變器禁用中國製的產品 我們本部在契約書裡面特別有鎮定 都不得使用錄製品的一個條文 這個是統一的 在每一份契約裡面都有這樣的規定嗎 是 好 因為我接到檢舉啊 我們國家注資30億 我們的國發會跟藥花玻璃啊 是第一大股東 號稱綠能國家隊的聯合再生 他們承接了國防部非常多光電招租啊的案子 也就是用我們國防部 包括很多軍事藥塞的土地屋頂做太陽能光電 那基本上推動再生能源我們都支持 但是在我們的軍事藥塞裡面 去做太陽光電啊的模組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用到啊 中國製的產品有沒有國安危機這件事情啊 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事不是今天啊才發生 但我接到啊的檢舉是說 我們在陸軍南洋地區的指揮部啊 光電的標註案裡面 得標的就是我們綠能國家隊啊的子公司 叫做永良公司 那這家公司呢 當初在競標的時候啊說 他要承諾使用啊 國內領導品牌啊的變流器 結果沒想到 去跟國防部爭取標案的時候說一套 實際做的是另外一套 實際做的是哪一套 如同剛剛部長所說的 在竹人契約書裡面已經白紙黑字寫 不可以使用大陸地區啊的產品 但我接到的檢舉啊是在南洋地區的指揮部裡面 所有用的逆變器都是中國製啊的產品 那因為這個檢舉啊很嚴重 所以我昨天啊特別跑去南洋指揮部那邊去現看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南洋指揮部啊的弟兄 很辛苦 昨天太陽很大 陪我在那邊看 結果我看到的現在部長啊 您看到的就是所謂的逆變器 旁邊貼的貼紙 旁邊貼的貼紙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這個讓我們非常的困惑啊 非常的狐疑 是當初這個東西在裝的時候 契約書已經載明了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無視於國防部相關的規定 甚至是契約上面的要求 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毫不避諱的 就在產品上面的貼紙 就寫的Made in China 這件事情我昨天去南洋指揮部完了以後 我有跟現場主持會議的指揮官說 麻煩這件事情啊 請他昨天回去的時候 要跟部裡面報告 部長有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跟委員報告有 我們有就我現在得到的訊息 就是說這個逆變器也或者變流器也好 他是德國一個叫SMA的公司品牌 但是是在大陸組裝的 那麼現在確認他有 違約使用的這一個大概是44個 那我們會一約要求 城上要在一個月內將這些 陸資品拆除 更換符合這個契約的規範的一個產品 這個就是我今天把這件事情 在質詢的時候 請部長注意 因為對於後續的處理這件事情 這家廠商是惡劣自己啊 明明就知道不可以這樣做 他還是決定這樣做 但我們如果今天 國防部在主張權力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 置意妄為 胡作非為的廠商 只是叫他更換完 部長你覺得對這個廠商 會有任何嚇阻的效力嗎 我們會按照 那個合約條款的這個內容 那我到現在為止沒有清楚的 看到合約條款的內容 那我們一方面 就他這個要改進 那我們也會清查 有沒有裂案的這個情形 有類似案件的這些情形 我們都會來全面的清查 因為部長 是非常優秀的法律人 那特別拜託部長 回去看我們國防部的契約 因為喔 如果在我們國防部的契約裡面 對於這一種 無視國防部的政策 無視契約條款 根本置意萬為的廠商 我們如果定的 契約法律效果 只是被抓到了以後 換回來就好了 我必須要說 不會有任何嚇阻的效果 以後他就繼續這樣幹 因為 如同剛剛部長啊 所點出來的 如同剛剛部長所點出來的 這家廠商他是不是被欺騙 所以才去用中國的逆變器 不是 他從頭到尾就知道 他用的是中國的逆變器 而且 用的範圍 我再跟部長報告一下 用的範圍恐怕 不是只有南洋指揮部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所收集到的資訊 包括了 我們在高雄的海軍艦隊指揮部 包括了國防大學 包括了三軍總醫院 松山分區 這家廠商 非常厲害 國防部非常多的營區 全部都有他們的案子 他們可以這樣置意萬為 無視規定 如果我們最後 國防部 所謂的 依照契約辦理 只是要求他換過來的話 恐怕 是沒有辦法 真正的惡阻 未來 有類似不肖的廠商 一樣畫葫蘆 反正我就先用 被抓到了以後 再換回來就好了 部長 是不是可以承諾 嚴肅的檢討 目前 契約的規範 是不是只能夠要求他換 還是應該要採取更嚴厲 追溯法律責任的行動 我們會 來檢視相關合約的整個內容 有沒有類似 有一些相關的這個 就是說我們要和約定的 相關的內容來處理 那另外我們也會全面清查 國軍所有的這些太陽光電的 這個設置營區 是不是有使用錄製品的設備 好 部長最後一點提醒就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驗收通過的 今年2月喔 驗收通過的 我昨天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很困惑 因為我一看到那個機身 旁邊的貼紙 就寫Made in China 我的困惑在於說 人家就已經大剌剌的也不遮掩 就是Made in China 我們驗收怎麼會通過 但請部長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沒有意思 要去追究 我們藍洋指揮部弟兄他們的責任 因為我知道 他們很辛苦 光電這些產品 未必也是他們所熟悉的 但是 是不是在驗收的SOP上 少了關鍵的一環 譬如說 要求那個廠商出具原產地的證明 沒有出具這個東西的話 驗收不會通過 因為我相信 如果當初驗收的SOP 有這個要求的話 應該不會出現 這麼離譜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請驗收的程序 一併檢討 未來 不要讓這個不肖的廠商 有上下棘手的空間 我們會一併來檢討 這個 委員所指教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 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會來一併納入檢討 OK 好 謝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